今天帶大家來牛家莊吃北京田蠣 其實牛家莊是多倫多的很久歷史 以前在北約克的時候我經常去 水準不錯 搬來太古這裡是第一次試 看看能否保持到以前的水準 這個選擇已經是小的 但我覺得已經很大碗了 我想可以炒到四碗了 這裡的酸辣湯有很多材料 豆腐、瘦肉、木耳 不算很辣 有點酸酸的 味道比較適合廣東人吃 這個菜旁蟹又是另外一道 牛家莊比較有名的菜 很多地方的菜旁蟹只有蛋白 這裡真的有放帶子 有很多帶子蟹 加一點醋 好 這就好味道了 菜旁蟹的蛋白炒得很滑很滑 菜又不會太熟 也很脆 水準也不錯 這就是片皮鴨的義食第一食 這就是包著北京片皮鴨的皮 我好像在另外一條影片說過 如果皮要漂亮 就要很薄薄 我覺得這隻北京烤鴨 可能有點現代版改良了 雖然它不是燒烤 我想是炸的 但味道也不錯 也不錯 這裏牛膠莊的北京田鴨可以兩食 第二食有很多種選擇 你可以斬件 可以用來生菜包 可以用來炒飯 或者用來做鴨絲羹 今天我就選擇了用來生菜包 牛肉炒得很軟很軟 沒有牙都吃到 麵塗了湯也很好吃 還有這裏的豆沙鍋餅 這裏的豆沙鍋餅是不錯的 不會太甜 炸得皮都很脆 吃完這頓飯之後 我感想就是 這裏的酸辣湯不錯 紅燒牛肉麵不錯 豆沙鍋餅 豆沙鍋餅 和菜包蟹都不錯 但如果你說 主角北京田鴨的話 我就覺得 要用另類的品味去嘗試 你就不能當是北京田鴨這樣吃 但如果你當是炸鴨 burrito 這樣吃 也是可以接受的